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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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e culture of a city reflects its history in the most authentic way all this free time why not make the most of it with the game i stake the high rewards all or nothing using Robin's death as a bargaining chip i will ruin this beautiful dream and create the grandest den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to unveil your cards ok ok cool 哎 不是 这样怎么能做节目呢 你要干什么 哎 哎 干嘛呢 这当然不行啊 对吧 这么狂 多少得是个投稿员工 whether or not your world has a day night cycle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evening 欢迎来到崩坏心穷铁道2.1前瞻特别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 迷路 哥 你就这么把大伟哥装音下去了是不是不太好 呃 没关系 我相信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 先不管大伟哥了 各位老师先给开拓者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开拓者好 很高兴又和大家又见面了 我是崩坏系列IP手机 以及今天还有一位叙事团队的新朋友 大家好 我是崩坏心穷铁道的叙事设计茶杯 好 欢迎两位 烧教老师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 住在这里就很让人安心 就感觉听到了家族像我们宾客承诺 会绝对安全一样令人安心 你说是吧 烧教老师 是 是 非常感谢组织给了这个机会 不胜荣幸 在2.0版本我相信各位开拓者们 都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评论抗击假期 不如我们先从剧情开始聊聊吧 烧教老师 所以我真的很想问你 上次前瞻的时候不是说好了 是一个轻松快乐阳光的度假故事吗 怎么连刘鹰和吃个鸟都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 放心 这我可以解释 对 这边 2.0前瞻直播时说的 录制节目的时候 品诺康尼的主线台本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了嘛 所以存在一些视角上的小小偏差 毕竟我是完全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但大家目前看到的还只是2.0的开头 可能产生一些互解也是在所难比的 这的确是我的错了 但没关系 主线马上就要更新了 不妨我们就借着这个话题来聊聊2.1的开头任务吧 很生意的 把话题给拐走了呢 那我听说2.1这次的开拓任务 会以多线叙事的形式展开 其实类似的尝试在新州已经做过了 那时有独立的单横线但不长 而匹诺康尼的故事作为一个众多角色 齐聚一堂也更有悬疑色彩的故事 会觉得偏群像的写作手法会更有利于设计一些有趣的剧情展开 所以也想尝试一下更复杂的多线叙事 双鸡老师说的没有错 所以我们在2.1版本去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 这个功能的名字叫命路群像 在猎尸组的故事线以外 玩家能够在推进主线的过程中通过这个系统 去看见其他角色经历的一些故事 而在我们命路歧途的页面下 也可以去查看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个任务 以及完成了的任务 分别属于哪一位角色的视角 可以把它去当做一个多线叙事在表现上的小小升级 每个人都有秘密 每个人都有目的 就像黑天鹅说的 在皮诺康尼所有人都有可能说谎 而真相就是在这交汇的故事线中 一点一点被揭示的 很有意思 2.0有个小彩蛋 在剧情某个节点 如果你拒绝了杀金的邀请 就会进入另一段结局 然后你会看见一张写满了问号的演知人员名单 仿佛在说所有人的身份都是假的 但花火依旧是花火 这就是实名上网的含金量 不愧是皮诺康尼最诚实的人 这个好像是2.0上线第一天就被玩家发现 所以这个会比你们预想的发现要快吗 没有 其实我们挺急的 2.0真的留了好多好多这样的钩子 比方说刘盈的预算用不用完 有完全不同的两段对话 而在梦境酒店遇见黄泉石 如果你一直选择拒绝的话 会发生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看着他们一个个被发掘出来 彼此分享 感受到大家热情讨论的氛围 真的很开心 项目子洒满了阳光 在这儿阳光了是吧 是的 我们的玩家真的很热情 就像刚才烧鸡老师说的 让我们拥有了直视太阳的权利 那我们后面的主线也一定要加大力度 不能落下 这个加大力度到底是哪方面的加大力度 我劝你们好好说清楚 此次2.1版本的开头任务 名为《天乐容里的恶魔》 但其实我更喜欢 当时没采用的另一版名字 再见 这个不能讲 没关系 这个讲不了 我记得另一个 它叫《所有悲伤的故事》 所以加大力度是加在这里了是吧 不是 这单纯很有异性 也比较符合2.1主线的部分内容吧 但组里面也有人说 不行不行不行 这是这么年轻 那我一向您说的对 也只能作罢了 不过坦率地说 相比2.0 2.1的开头任务 可能确实相对的没有那么的轻松 愉快 对 你不能说它没有 但是就是没那么多 就 手机老师您别看我 这不是咱们一起传出来的吗 至少我们还是阳光的嘛 对吧 手机老师 对 阳光是有的 我记得很清楚 像什么太阳啊 向光而行啊 这些都白纸黑字写在台词里的 所以成如大家所见 2.0皮诺康尼士发生了一些意外 但开拓的无名客绝对不会屈服于未知 而与此同时 各怀目的的客人们也都开始了行动 在这张混乱的牌桌上 开始争夺筹码 前面的版本PV也放出了许多 让大家非常在意的画面 关于这部分内容 我们也在接下来的角色介绍 环节再详细讲述吧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 在了解了信息量如此之大的 2.1开拓任务之后 我们不如稍舍休息 稍后将为大家再来 2.1版本的新角色介绍 好嘞 导播放第一个对抗码 好的 好 先开拓任务之后 我看到这边 我开拓任务之后 如果我们再开拓任务之后 我可以开拓任务之后 我可以开拓任务之后 你不喜欢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角色 皇权 杀金 加拉贺的介绍 不过在此之 forget 让我们先欢迎新同学 大家好 我也是新同学 战斗士级汉子 欢迎汉子 2.0版本中的三位角色 在之前的剧情里面 也给人留下了 非常令人深刻的印象 我们先从第一位 重量级的嘉宾 黄泉孝姐先开始聊聊吧 黄泉在2.0 总体来说 是个很神秘的角色吧 以寻海游侠的身份 来到皮诺康尼 在剧情之初 就和开头者相遇了 说的话 话里话外 也总是令人浮想联翩 也总是会在一些 很重要的场合 恰到好处的出现 但严谈举止又挺正常的 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2.0最后 杀金又会跳出来指控他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烧鸡老师 你真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 我可以不知道 不是我怎么感觉 就是什么都不能讲 确实 因为黄泉身上 很明显是有反转的吧 那我们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在 这种场合作为一个剧透 所以还是围绕 现在已有的内容 有啥讲啥吧 不然感觉说什么都不合适 这种感觉就好像 仿佛回到了一年前 当初就IP同学给我们看 角色卡的时候 就我们很高兴 然后觉得这些角色不错 对吧 巡海游侠 一看就很帅的雷巡猎 然后就脑子已经有很多想法了 然后用什么效果都想好了 然后我说你再往下看看 对 恶魔的低语 你再往下看看 然后就发现不对 为什么 这个人他的命途是虚无 对 因为一些不可言说的原因 总而言之最后 他的战斗命途就变成了虚无 然后就虚无这些概念 就很虚无 虚无它是什么呢 对吧 就他平时也不干什么 所以自然而然的 也尝试用一种取巧的办法 比方说想要去打破一些思维里的墙 然后去放大无这个概念 那牵手而言 就有过许许多多的脑爆和畅想 比方说他没有速度的概念 他不存在于行动条之上 然后或者他没有属性的概念 他无论攻击什么属性 都能造成弱点吸迫 那无敌了 我懂了 虚无就是做减法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去解读 黄泉这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就纠结了大概两个月 对两个多月 对最后才定下了一个叫褪色这个词 对吧 觉得这个词特别能体现虚无的一个概念 我们选用了黑与白这两个颜色 同时宝科都大幅地降低 用这样的一个色彩的观感去呈现它 同时就在战斗中也有同样的一个色彩表 其实各位应该能够很明显地看到 在它的这个历绘里面 有许多像木屋一样的雨滴 这个雨滴近染之初的色彩都会褪去 而在黑白世界中却有这样一抹红色 它是名为吉珍式的花朵 他们会以黄泉为中心去绽放在这样一个黑白的世界里 当时设想的画面就是黄泉独自以言 站在一片萧瑟的荒原上 整个世界只有黑白二色的阴影密布 然后大雨从天而降 那连连的细雨其实是黑色的 如墨水一般浓稠厚重 它们落向大地 然后所及之处的色彩都会被这些雨水一一带去 最后只留下黑白灰 但可是在对这样一个失色的世界当中 会有那么一滴一滴红色的干露 从天上坠落然后滴落在黄泉的刀尖 然后将它整个人染上红色的色彩 然后它也变成这黑白天地间唯一的红 当时在有这样一个鲜明的氛围之后 就觉得说非常适合黄泉这个角色 以及它从外到内的全部 雨中的一抹红 难怪它现在要举一个红色的雨伞 不过要我说的话 这其实不是最虚无的设计 你们知道最虚无的设计是什么吗 你说说看 要我说最虚无的设计 那肯定是它一使用终结剂 整个游戏都给你闪退了 我跟你说 就我们当时做完黄泉第一版 你知道吗 刚做完 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优化的时候 我们只要一使用黄泉的终结剂 直接闪退 真的会有这个效果是吧 对 因为它的各种做法 然后实在是性能效果太大了 你知道吗 然后对 你只要一点就直接闪退 但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啊 就非常的Meta 都是设计 挑出框架 我记得在2.0的剧情结尾 沙金曾经说过 黄泉以一种神乎奇迹的方式 解决到了明火大功 那它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 怎么解决的呢 怎么解决的呢 就这么解决呗 这么解决 那导播记得在这里 给我们加上一个黑白滤镜啊 然后刚刚大家看到呢 就是黄泉它终结剂的一个效果了 终结剂里面啊 会有一些场景画面的一个褪色表现 还有一个时间的停滞 黄泉的头发呢 它也会从紫色变成白色 然后雨滴会被黄泉切断 整个攻击中也会有一些速度上的变化 那既然这么枯权 不如让汉子老师为我们建设一下 它的战斗技能吧 黄泉呢真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啊 制作难度最高的角色了啊 没有之一 平静而论没有之一 是的 是太难了 它的整体的技能呢 是充满了一种荒芜和破碎的感觉啊 然后这也是我们想传达的一种感觉 就是在它强大的一个力量的背后呢 它是一个空虚和孤独之一种感觉 然后呢 当它释放战技的时候 就会获得一种名为残梦的一个特殊的超能点 然后在战斗中呢 就是我们需要尽快地去累积这些超能点 来释放它真正的力量 所以它只能自己通过战技这样的叠层数嘛 那这样启动会不会很慢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呢 在任意目标行动时啊 如果为敌人附上了负面效果 就能为防权累积这个超能点 任意目标这个说法 听上去好像有点意思啊 就讲讲讲讲讲 就你想的没错 就不单单是来自我方的负面状态啊 当敌方给敌方上了负面状态的时候啊 黄泉也可以累积一定的超能点 敌方单位的话 那遮虫爆炸的一伤它算吗 算了 所以也包括怪物被弱点击破时产生的负面效果 也算也算 那那个冰胖在吞噬那个衍生物失败的时候 给自己上了个降防 这个也算吗 也算也算 都算也算 那环境对我造成的伤害 比如说我走强走错了 这个算吗 查贝老师对不起 下过为例 下过为例 反正呢 就只要有敌方给施加了负面状态啊 都算 当这个超能点啊 它充满的时候啊 就会激活黄泉的终结季了 然后呢 黄泉终结季它不太一样 它有四段攻击 然后前三段玩家是可以去选择目标的 可以去切换目标 最后一段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 然后呢 只要它的充能一满 就可以释放了啊 和能量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终结季不需要能量 你们迅渤是把它的能量槽给迅渤掉了是吧 对对对 黄泉就整个就没有能量了 那挺好的啊 可以不用刷充能神了是吧 就是刷那东西干啥 然后呢 就黄泉它的秘技啊 也是非常特殊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你在探索过程中 看到前面有只罐 然后黄泉啪一个秘技 直接就把那目标给斩杀了 直接斩杀的意思是 就不用进入战斗了 就直接把怪消灭 那奖励 肯定有啊 这么厉害的话 魔力宇宙力我能用吗 可以用的 必须能用 不然我们做它干什么 哇 天下挺牛的啊 那肯定 那我起不许计都有一个铺满 呃 查贝老师对不起 对对对 不能复满 就算了吧 复满就算了吧 复满挺可爱的 所以不行是吧 对对对 感觉这个秘技还真的挺强力的 有点超过我的预想了 对 然后为了匹配这个角色呢 就能突出它的一个战斗的一个爽快感 当你在地图前面 发现有好多小怪的时候 你用秘技 它可以连续点 点完之后呢 它会使出一套丝滑的小连招 对对对 不一样的攻击 对 我听到这个设计 我就特别想去大世界里面 去试验一下这一些连砍的 感觉的招式 感觉会很爽 但这样的话 我奇巧临时 感觉就不太够用了 不用担心 我们在黄泉的秘技中 做了一点小小的优化 就是它的秘技 在不击中敌人的时候 是不会消耗秘技点的 这么强力的秘技 在当初设计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 或者阻碍 比如说有没有和 其他组的同事 是打打架杀的 肯定会有的 因为当时就开了很久的会 不过最后你放心 毕竟战斗设计 我们打赢了 战斗设计 亲自上场战斗是吧 开玩笑 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还是受到挺多阻力的 由于这个黄泉的效果 确实太厉害了 它可以直接秒杀一些小怪 对吧 然后尤其是在魔女宇宙里面 打盲群 或者说打那个致蟹的时候 大家一上来都会觉得 那小怪特别强特别难 对吧 对 黄泉可以直接去 给他们消灭掉 有些同学会觉得 就这样可能会干扰到 玩家的一个正常的体验 但是呢 最后就是讨论下来 我们觉得就是说 既然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对吧 那一定是各个地方都能用的 就还是希望能让玩家 在游戏中爽到的 哦 该爽的地方还是得爽 那必须得爽 不过关于这位黄泉啊 因为在这位黄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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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位黄泉的固人 因为在这位黄泉的固人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 所以我们都知道黄泉这个名字 不是他的本名 那他真正的本名 到底是奥口的名字呢 还是不奥口的名字呢 我看你也不用问了这么奥口 也不用这么绕 直接就 我觉得可以大大方方 我刚才拿光明去讲嘛 201版本的版本PV当中 其实也有许多 令玩家非常在意的画面 使用就包括那个 对 有一幕 长相非常形似黄泉 但头上身有双脚的 这样一位少女的形象 看起来和黄泉的过去 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那可能对于一些崩坏系列的老玩家而言 这对脚再熟悉不过了 对吧 那要提醒一下大家 回去仔细看看 那双脚是不一样的 对 不一样 是 迟早在开服之初就说过 那《星人铁道》作为《坏》系列的 这个宇宙张罗一部作品 然后它本身所带的这片星空 就是无所孤包充满的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 我们在一个又一个 各异的世界 能见到似曾相识的故人 从中我们能获得一些 就是彩蛋也好 感动也好 一些独处于崩坏 IP自身的浪漫吧 不过在这里也可以告诉大家 请不要有任何负担或者压力 因为无论对于 你是否是崩坏系列的老玩家 还是一位新玩家 对于黄泉这个角色 以及匹诺康尼的故事 以及我们在其中 埋下的种彩蛋也好 我们都会通过许多设计 让它没有门槛 没有负担的 可以轻易体会到这个乐趣 而如果你恰好 比如说经历过《崩坏3》 那你可能会看到一些 更让你感到熟悉 或者怀念的这样一些彩蛋内容 会心一笑是吧 对 是的 如果这次你能得到片刻欢愉 感动或者是快乐的话 也不妨与他人去分享你的喜悦 也是我们所乐见的一种结果 就好像是之前 我们在2.0剧情上线的时候 看到大家已经有关于 这方面的一些讨论了 没错 是的 我看到它的待机动作里面 还有一个吃桃子的动作 吃桃子 你确定问的是 你想问吃桃子吗 我当然想问的是 他会不会做饭 对 其实也就跟之前所说的一样 就我觉得 无论是做角色也好 还是做剧情 IP内容也好 我们本上其实在做的 就是玩家想看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用一种 更优雅得起 想明白的方式 让他以最好的一种样子 去呈现出来 那对于玩家感兴趣的种种 比方说 黄泉本名不详 那他证明究竟为何物 他是否会料理这件事情 他现在如今 身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 甚至当黄泉出现在 当时就是 GJ首包PV的这个背影 昙花一见的时候 就是人非常期待 他和瓦尔特的会面 这些内容都会在2.1 以及之后的剧情当中 逐步向大家展现 进行期待 会有的 会会会 甚至2.1会有 黄泉线就是他和瓦尔特 同行的一段 小小的冒险吧 超级期待 最后做个总结吧 就黄泉 无论剧情层面 还是战斗层面 都是该怎么说 在他身上尝试的种种 其实也为新生体调探索了 更多的可能性 可以应用于我们之后 更多内容的创作 可以说是留下来 非常多开创性的这样一点吧 作为皮诺康尼 故事的主要角色 在2.1版本之后 在2.2 2.3当中 也同样会有 大量他的精彩表现 进行期待 黄泉这个角色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真实的是 陪伴了我们 很长很长的时间 但是对于玩家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崭新的角色 他有许多的故事 在未来将会展开 所以在接下来 这段时间里 我们为各位准备了 以黄泉为主角的 千辛机油PV 角色PV 还有一段动画短片 动画短片里面 还会有位神秘嘉宾 对是字面意义上的神秘嘉宾 共无一许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请欣赏 动画短片的预告 看完这个预告以后 的确是迫不及待地 想看到它的成片 那请大家和我们一起 期待着它的正式上线 下一位角色 我们来聊聊沙金 在2.0的故事中 感觉沙金在多次 对开拓者进行一些试探 甚至会觉得 他们有在刻意安排一些接触 然后感觉他的目的 是为了和我们达成合作 所以他到底是一个 怎样的人呢 沙金这个角色 受到的关注度 也是很高的 在2.0剧情当中 明显感觉到 他有点 一阵一阵 算在一个偏反派 但是也并不能完全说 就是你们有利益冲突 但也有利益合作的一方 然后他 想要谋求与你的合作 虽然在2.0 开拓者暂时还没有 给出一个正式的回复 然后根据版本PVE 也肉眼可见 在红红线之外 他也是2.1版本主线的 一位重要角色 谈言这个角色 能讲的东西 我感觉还蛮多的嘛 因为我们回到最初 设计他的时候 也是将近要一年前了 在整个信重点到目前 首先在1.4登场了 一位星际和平公司 这个派系的成员 也就是托帕 而沙金也和他 同属于一个组织 就是战略投资部的实行使人 但是相比托帕而言 他的行使手段也好 讲出来的气场也好 和托帕那样的 攻势丰办当中 带一点善意的 其实并不像一样 沙金更多透露出来一种 其实你周末不透 你也并不能说 他是完全的恶人 但也绝对称不上 是什么善类 对他好像在良知 和手段之间 四处地做徘徊 但更令人周末不透的是 他浮夸的外表下面 到底心中 有一个怎样的自我 这件事情是 比较耐人寻味的 那此次其实也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沙金是怀着一个 比较强烈的目的 来到匹诺康尼的嘛 所以很显然 在机下的剧情当中 他也会成为一个 比较强的推力 并且他的人设 显然也是那种 为了达成目的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将一些 对常人来说 比较难以想象的事物 压到这个牌桌上面 然后只是为了 为自己最后赢得 所有的筹码 然后所有或者一无所有 其实沙金这个角色 就是刚才少鸡老师讲到的 其实是一些 相对深层的设定 如果我们只是去看 他的一个外表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那种阔少公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 对 没错没错 那个其实2.0剧情当中 对他有个比喻叫小孔雀 对 就是他打扮的 就像一只花枝招展的孔雀 他很精致 非常的注重仪表 然后会穿一些比较贵气的型头 还有一些小细节 雨昂说他非常在于 自己的衣服会不会被雨打湿 所以梦里没有雨 这件事情他还特地会说 让自己感到高兴 是 那好像前面有一位下雨的呢 这其实各位应该也能看出来了 这里是有一些互相 会发生什么事呢 好好奇啊 那这个就留待各位玩家 在接下来的剧情里面 去自行探索 然后其实刚才说的众多 总归到一点 就是沙丁这个人 是非常渴望拥有财富的 他的所作所为 其实都是为了积累财富 然后包括你去看他 去挥霍财富 就完全能够看出来 这个人对于财富有一种 可以说是近乎病态的执着 在他的那个视角看来 就是有这样一个信条 叫风险越高回报越高 所以他也是通过这样一种 铁而走险的方式 去积累了这样一个大量财富 然后在这一点上 其实各位应该也能 很直接地看出来 就是他的一个视觉元素里面 很明显有筹码有头子 非常多的概率 概率 概统学得特别好 等到这个新版本上线以后 你可以观察一下 他的短信签名 我们在那里也 布置了一些 比较有趣的信息 也许对他而言 人生就是一场 漫无止境的 这样一种风险游戏 但似乎他是挺乐在其中的 一直会胜利 一直会获得这样的一个 最终的赢家 这样的赢家 就很难想象和这样的人 交朋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你也很难说自己 是不是真的 对他而言朋友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也比较难以言明 就更加让人好奇 在接下来的故事展开里面 究竟列车组开拓者和杀金之间的关系 会走向何方了 和他交朋友 不知道怎么想象 我可以想象到 我和他交朋友 我肯定会让他帮我买大乐透 你别说 其实就是无论是在2.0 还是即将上前2.1里面 杀金的很多显像都 他都不用帮你买大乐透 他会直接给你 直接给你 对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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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和杀金相关的剧情选项里面 其实给我们家一定要尤为注意 请给我来一答这样的朋友 确实 这里可以剧透的是2.1 还有类似的桥的 哦 那可要把握好机会了 如果2.0错过了 2.1可别千万再错过了 一个实打实的风险爱好者 但是却踏上了存护命途 的确很有意思 那让我们来一起看看 他战斗时候的表现吧 杀金他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释放战技 可以给全队套上一种 可以叠加的特殊护盾 然而呢 当那个队友带着这种 可以叠加特殊护盾 受到攻击的时候 会为杀金去累积一种 叫盲柱的一个充能点 当盲柱充能点 他达到指定点数之后呢 杀金他就会触发追加攻击了 同时他的追加攻击 可以再次为我方全体上中 可以叠加的护盾 带着盾挨打 可以就打出追击 对 然后追加攻击又能够叠盾 对 套娃是吧 没错 这个男人呢 他除了有钱 也让人很有安全感 杀金的终结技呢 他可以使他获得 一定随机点数的忙助 并且对指定迷范单体造成伤害 同时他的中间技还能使敌方陷入负面状态 然后呢我方所有的人攻击此状态的目标时候呢 就可以造成暴击伤害提高 使用密集之后呢 全队都会有概率获得不同强度的防御力提升 看到这些技能画面以后 我就一个感想 就这些金钱和筹码 别拿他去砸那些怪 来砸我呀 我要我呀 听下来以后 我感觉杀金的技能里面有一些随机的属性 然后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设计了呢 这个的话 其实杀金这个角色比起公司高管 我们更想传达的是一个狂热的概率游戏爱好者 概率学得很好 对所以他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设计 最早我们其实设定里面 杀金是不包含轮盘这样一个元素的 但是后来呢 就是我们想要把概率游戏这个点做到极致 所以才给他加上了轮盘这样的一个视觉元素 很早期的时候就像黄泉一样 其实每个角色在创作之初 启动之初都会有些疯狂的想法 对对对 会有很多人脑洞 对对对 杀金其实很早的时候有一版方案 我记得其实是想做闪避 它最早的一个核心关键词是闪避 为什么闪避本身就是一个有一定概率的事件 然后它代表了一定风险 它作为一个闪避存户 它能吸引所有敌方怪物的火力 然后倾诉在它自己身上 但它能够通过闪避 然后以一个较低的生命值 但是能安然无恙地躲过所有的攻击 对对对 以小博大 然后甚至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视觉概念 就是它会有一个底池 就每次闪避成功 它头顶上那个数字就会不断地往上 翻倍翻倍翻倍 然后甚至最后达到一个max777999 但一旦这个过程当中它又碰了一下 然后那个数字就会直接扣一半 然后钱吊撒一遍 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 感觉做出来其实会很有趣的这样一个方案 赢下所有或者一无所有 对对是是是是 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 但最后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方案呢 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做出来了 然后我们去实际地体验了一下这个效果 最终我们发现在经过多场的连续战斗之后 场上最终站着的只有杀机 就是那些AOE把它的队友们全部都 对对对 因为就是说铁道里面会有许多的怪物 它都有AOE攻击或者是扩散攻击 或者随机攻击 对所以作为一个闪避的存互来说 它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 但是对其他人就不那么好 老实说其实还挺符合他人设 说是要表面人设 那我突然想到 如果他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boss 他会闪避 那是不是会非常难打 就是你还真说对了 所以同样的在最开始 就当角色没有办法做闪避的时候 我们就会抢下了boss是吧 那boss能做闪避吗 那当然也不行了 最后做出来发现 闪避这个东西放到一个怪物身上 可能就是一个蠢蠢的 嗯负面体验吧 你想象一下 对我一个满拐的苍龙 闪避了 无敌 然后打出一远串的mess 但无论如何 就是你说到了一点 就是在2.1版本当中 杀金会和开拓者同样进行一场切磋 所以我们在2.1版本会看到这么一名就是boss怪物 呃他的名字叫实心实人诡异杀金 也可以看到他的形象其实是和我们的角色有较大输入的 呃为什么杀金会展露去这样的形象 又是以何种理由他和开拓者进行一场友好的这样一种胜负游戏 对这场游戏的结果又如何 那至于2.1这些都会在2.1的剧情中进行交代 还请大家进行期待 我怎么感觉我们总是和我们那些好朋友要打一场 那你就告诉我再确认一下 他的确不会闪避对吧 啊没有没有没有 这天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啊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嗯 呃就还是那个样子 我们在其他的方面实现了这样一个概率 有钱 对不对 就你在和杀金战斗的时候呢 他会时不时的倾泻出大量的一个筹码语啊 来来攻击玩家 然后就是说同时呢 他会去和玩家进行一个叫比大小比点数的这么一个环节啊 就毕竟他是一个就擅长概率游戏嘛 对哦 比大小 那我发货的这个点数是随机的吗 还是我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些控制 嗯 是这样的 就是杀金他会投资出两个或者多个投资在场上 对 当你攻击了头子之后呢 你就会获得一个随机的点数了 当你的点数比杀金大的时候 你就会赢得这场游戏 并且你可以获得一些对你战斗有利的一些效果 当然如果你的点数比杀金小的话呢 杀金就会用筹码语做我们一顿了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要在一次攻击中尽可能的攻击更多的头子啊 让我们的点数呢 可以有更高的概率去比杀金多 听起来的确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战斗 我觉得刚才其实有一点非常的有趣 就我们在第一天聊杀金白河的时候 最后留下的一个结果就是 其他的人都离他而去的 最后只剩下他一人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命运使然 我不好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可能几天以后大家就能明白这句话当中的一个奇乎味 反正我听到这一幕的时候有些感慨吧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作为一个明显抱有着很强的个人目的 以及这样的复杂过去来到皮诺康尼的人 杀金一定也有自己非常想要去寻找 或者想要去寻得的某种事物 那就祝他能够 之中能够得到吧 应该能得到的对吧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毕竟是擅长这种概率有些难 那么了解完杀金 就是我们2.1的最后一位新角色 皮诺康尼的治安官加拉赫 这位看起来似乎是一个 有些不羁不修边斧的大叔 看起来其实挺能打的 但却是一个丰饶命途的战斗的角色 他总不能是揍我一拳给我加血吧 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角色吗 加拉赫 皮诺康尼唯一指定普村 就你在各种狼人杀局势分析的视频里面 你甚至都找不到这个人 因为在我看来 加拉赫就是很普通很朴素吧 一个最为典型的皮诺康尼当地人 那作为列浅加血的治安官 兢兢业业的做好这些职责 身上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就包括你看就我们前两个角色 那又是全息又是地板的 然后把我闪到 那到了加拉赫就是很朴实无华 很给人安心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最能代表皮诺康尼 最能代表家族协约大典氛围的 这样一个角色 他也是一位调饮师 他擅长诸如说就是调制汽水 对美梦特调饮品 这样子一些 也会随身携带一些 就是有止痛功能的 这样一种液体饮料 他和所有的皮诺康尼 当地的人也很熟 比方说我们在街头巷尾 都能看见有人在讨论 这样一位治安官 他总是在不经意的角落出现 然后但是会出现在每一个地方 然后守护着这座小巷的和平 一种暗夜英雄的感觉 关于他的那个小爱好 其实最初我们想调的是 另外一种小麦饮品了 哪种小麦饮品 不会是贝罗伯格那种吧 格瓦斯是吧 格瓦斯 其实就是调酒师了 但他的许多概念 确实是从调酒这个文化 衍生而来的 包括他新婚名字 也都是鸡尾酒的名字 但本身因为是皮诺康尼 想有一些当地的特色 然后就觉得说这样一个中年 很有故事的中年大叔 然后好像饱经过人生的沧桑 但是就你坐在马路牙子边上 然后他蹲在你边上 然后给你掏出一个 掏什么东西的时候 一罐酥 不是酒 是一罐 然后又会有一种童真 然后又会有一种荒诞 然后这很好 而且很皮诺康尼 没错 那迦拉赫其实我们刚才 聊了很多他调影师的一面 但总的来说 他表面上就是最明显的一个身份 还是猎犬家系的治安官 作为这样一个中心耿耿的猎犬 自然也是在故事中担任着 保护外宾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猎犬家系保护宾客安全 但是2.0剧情一看 你这不是什么都没有保护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在接下来2.1剧情当中 迦拉赫会作为重要的 警探角色 然后和列车组一起同行 去揭开这桩 皮诺康尼选案 你怎么知道他之前的整种行为 没有他自己的考量和用意在呢 对 就是你看 他靠不靠谱需要长期的观察 对吧 你不能一上来就下定论 同时呢在战斗中 就加拉赫他也拥有保护我方的一些特殊的效果 他战技可以指定我方单体回复生命值 你看他很能打对吧 所以他中叶技呢 我们不是回复了 我们会使敌方全体陷入一个特殊的负面状态 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 当我方的队友啊也好自己也好攻击陷入特殊的负面状态的目标时呢 就能回复一定的生命值了 他的那个秘技会立即攻击敌人 然后进入战斗之后 会使敌方全体陷入这种特殊负面状态 在角色设计上面 就是我们其实是去尽量贴近这个角色的一个设计人士和背景的 毕竟他是一个叫火系的风饶对吧 然后我们当时在想火系风饶 然后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很能打的人 他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可以为你治疗的这么一个人对吧 所以我们就想他怎么来给队友治疗呢 你用什么治疗法术也好 你去那个包扎伤口也好 都不太符合这样的性格 那索性就成年男人嘛 来受到伤害对吧 喝口苏勒达 苏勒达喝点是吧 对 我刚才看到他释放终结劲的时候 感觉那个拳套下面 手上面会有一些裂痕和伤口 还会迸发出一些像能量一样的感觉 是的 会有那种小麦饮品燃烧起来的感觉 同时呢 他终结劲还能使下一次俯工获得强化 不仅能对今天造成更强力的伤害 同时还会使目标攻击降低 不愧是个战官 真的是一位很可靠的猎权守卫呢 非常可靠 太可靠了 我们刚才这段不会听起来很可疑吧 为什么会可疑 会不会有点太可疑了 不是加拉赫身上还有 还能有什么故事吗 加拉赫身上有没有故事不知道 但总感觉 收集老师你在演示其他角色的神秘故事 有没有可能这 我说加拉赫没有什么故事的时候 有人就会觉得他身上有故事 但最后他身上真的没有故事 这就是一种反转 太可疑了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是吧 我觉得匹诺康尼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很真诚的 其中也包括我 就有秘密和说谎 我觉得不能画等号是两回事 那也许在层层表象之下 其实藏着是一颗无比赤诚的心 那这句话也送给我们今天的三位角色 那他们虽然可能有秘密 但是有秘密和真诚并不冲突嘛 对吧 好 带有真诚的秘密 那了解完三位角色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看2.1的UP角色 以及光追的一些信息吧 在上半版本的跃迁活动中 开拓者可以在卡池中获取限定五星角色黄泉 与限定光追行于流逝的案 四星角色加拉赫也会加入本期跃迁 那么在下半版本中 则可以获取限定五星角色沙金 和限定光追命运从未公平 同时在2.1版本前段 限定五星角色罗刹与光追关的回响 获取概率将提升 后段跃迁活动中 限定五星角色禁流 和光追此身为鉴的获取率将会提升 此外 在跃迁的卡池中 我们还新增了四星存护光追 两个人的演唱会 哦 看起来那个是小时候的星期日啊 没错 这里确实是小时候的星期日和织羹鸟 而这位哥哥正在为妹妹的表演加油 嗯 非常温馨的画面 嗯 是 好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还会有非常精彩的2.1版本活动 嗯 来 导播放第二个兑换码 嗯 继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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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I'll just be interested in his numbers really See if he's better than links or something Otherwise It was kind of mean Oh 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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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Oh 好,欢迎回来 在我们了解了2.1相关的新剧情 以及新角色介绍之后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关于2.1的新场景 还有一些有趣的活动的介绍 我们也请到来自项目组的两位新同学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游戏设计,轮叶 大家好,我是玩法设计,乐达 在这个场景下 我就感觉特别想发出一声很酷的恨 不过在正式开始介绍之前 导播告诉我品中康尼 经典动画形象仓鼠球技师 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一段介绍 不如我们先一起看看吧 And yes, that means me, the Hamster Ball Knight as well! What's that? You're saying there are other amusement parks out there with rodent characters? This hamster knows nothing about that! The park is split into three themed zones. Clocky Screening Area, Hamster Ball Park, And the Hanu Gang Base! At Hamster Ball Park you'll find all the tools needed to create your own animation. You'll get to play the role of producer Where you'll film a clocky spin-off animation starring me titled Fast and Fury Nuts! Across the way is my good friend Hanu's area, Hanu Gang Base, Where you'll have a chance to produce a spin-off called The Way of Wolf! Also, Clock Studio's theme park features an underground prop warehouse, gardens, And various other settings for guests to discover! Aside from that, There's also a new section ready to make its debut! Doolight Pavili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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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Doolight Pavilion located in the moment of morning dew Serves a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old family and belongs to Mr. Sunday! It's so annoying! What's that? You're asking what good stuff Mr. Sunday has stashed away in the pavilion? This hamster knows nothing about that! Not only are we adding two new areas, There's also a new ascension material for Fire-type characters called Raging Heart! Along with the Path of Preservation Scattered Stardust Trace materials, And the Path of Abundances Alien Tree Seed Trace materials! Remember to go butt hunting! And that's all for today folks! This hamster's office snag some nuts! See you in the park! And don't forget Hipster Bomb Knight's mot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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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Uu! It seems that the 2.1 of the new stages will happen in Raging Heart Foundation and the a new scene toenails are made like this. That was a great. It was given to the pino's army of the world to play a new world setting, and with even greater parts of the universe we created. This campus is the most beautiful world, And the modern world of the world of the modem! The local world of pino's community and many other productions, So we joined the movies and the theater and the событиi of the world 这张充满乐趣的地图 听起来这么一张地图的话 它玩法应该会挺丰富的 那在这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玩法体验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没问题 克劳克影视乐园 因为它本身是个兼具影视乐园 和娱乐休闲的一个综合主题乐园 也是许多知名剧目的拍摄场地 借由拍摄场地和拍电影的这个概念呢 其实也就是刚才仓鼠球骑士所说的拍电影 开拓者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拍电影玩法中 通过躲避对手的攻击和路障来完成挑战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触发极限超车 拾取补锦道具都会积累能量 在能量充满时可以进行冲刺 并获得无敌的状态 那每次挑战之后呢 累积的观众评分达成目标以后 就能领取相应的奖励了 拍电影感觉 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了 另外一个场景 招路公馆可以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招路公馆因为是家族项目家系的一个种地 在玩法上我们把它设计成了一个精心包装的谜题盒子 在里面填充了各种不同的玩法内容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个场景中心的巨大沙盘 我们把它设计成了一个等比缩小的爱迪元公园 那我们开拓者进入到这个沙盘里面去探索的时候 也会等比缩小是吗 是的 周围的一切都会变得巨大 有点像是格雷夫游记《小人国之旅》那样的体验 听上去还蛮有视觉冲击力的 我想起来了 该不会复眠之夜的里面那个巨大化三月期就是 这个就等开拓者各位自行去体验探索了 好的 那么回归正题 在201版本中我们有哪些新活动可以体验呢 我们可以先来介绍《悲中意识》 这个活动呢它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酒吧或者说深夜食堂这样的概念而生 常常会有顾客往来与此在这样的地方诉诸心事 这间酒吧它所接待的顾客并不是常规的评论康格或者是出风客 而是生活在梦境里的一些怪物们 为怪物服务的酒吧是吗 是的 是这样的 我来解释一下 这些怪物本身它们是被家族所创造出来用来服务的美梦剧团成员 但因为本身梦境正在发生坍塌 怪物们它们自身的情绪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发生了改变 那这个酒吧的主人呢 书翁其实他原本是渊伟花家戏的成员 在这个演艺人员辈出的家戏当中 他并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一个表演者 而是比较离经叛道地经营起了一间怪物酒吧 那么他打算用这个酒吧去试图解开这些怪物们的心结 我懂了 皮诺康尼的心路啊 是吧 书翁他自己其实是觉得这些怪物们本身是能够存在一些情感链接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调影这个过程就是和客人进行对话的一个过程 可以通过调制饮品来了解这些怪物的故事 体会他们的情绪 哦 听起来还有点浪漫的意味 那么我们具体要怎么做 比如说怎么玩才能当好一个比较好的调影师呢 这里的主题是怪物酒吧嘛 那么很自然的玩法概念会选择于现实生活中的饮品调制 并且我们希望尽可能地去还原这一过程中的感受 开拓者可以振作经用特调 选择饮品的风味 比如甜度啊 烈度啊等等 挑选合适的原料和装饰物 融合成一杯杯美味的饮品 在这些怪物客人们品尝后 开拓者们可以和他们谈谈心 可能会触发一些意想不到的对话 并且有机会进入怪物的内心解决他们的心结 帮助舒翁打理这间酒吧获取小费 随着提升营收等级可以获取更多的奖励 那么在接待众多顾客后 还可以有一次获得特定是新角色的机会 我听说我们的同学里有人之前曾经做过调酒师是吗 确实我们有一位同学他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当过一段时间的调酒师 同时他也为我们这个活动的内容和玩法提供了非常多比较还原现实的一种建议 匹诺康尼本身因为他是有着非常浓厚的苏洛达文化嘛 跟这一类所谓的小麦饮品的概念设定是比较共同而合的 那么这个活动就应运而生了 这个活动他本身的一个氛围更像是一种深夜食堂 虽然怪物们经常被银河球棒侠揍 但换一种思路 静下来和怪物们聊聊天 或许也能从另外一种特别的维度去体验这个世界的不同 深夜食堂的氛围我懂就好像是那些怪物们刚被银河球棒侠胖揍一顿以后 然后又来到这边来解除了大家心中的一些烦闷 结果看怎么又是你 然后或者就像是那种刚辖班的社会人 然后来到这种地方来疏解一下对吧 这不就是我们内心的真实写照吗 我突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 那大概在一年前 我们为了皮特康尼收集一些相关的设计灵感 我们组内组织了一次团建 当时拉上了设计和IP同学 我们先去看了一场陈俊树戏剧 然后去了一家德国餐厅 点了一种味道像是雪碧加橙汁的德国汽水饮品 这种融合饮品非常上头 越点越多大家就在那边蹲蹲蹲 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发现点了竟然有40多倍 所以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 这个活动的概念雏形就已经买下了伏笔 哦 艺术源于生活 是可以这么说 因为本身我们铁道作为RPG游戏 我们的活动更想做成一种包含世界观的内容呈现 有时候甚至会还原一些现实当中的设定 让大家能感受到这个世界中更生动更鲜活的沉浸式体验 是的 就好像之前帮助贝勒伯格的博物馆复兴 振兴惊人像本地的商业生态 我们希望将这些活动作为游戏世界观的衍生故事 让大家在开拓探索时感受到每个世界的鲜活 我以这些活动在结束以后也是会长住在游戏里的 其实这也算是这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一种体现 对吧 感谢两位老师关于这个幕后的一些分享 那么我们下一个活动是叫做战役狂潮 对吗 这个的全名其实是叫做战役狂潮 童年回忆无污染版 赤城燃魂整合版 好长 没关系 我们还有更长的 来 突击检查 神军的全名是什么 神肖雷夫总是驱雷撤电 驱雷撤电追魔守会天军 还得是乐达老师 惊险过关的 虽然名字看起来有些复杂 但是战斗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 玩家会在战斗中积累战役值 逐步提升战役阶段之后 可以达到一个最高的战役阶段 我们在那个时候会获得 所谓的力量觉醒的爆发时刻 获得强大的关卡增议 就能非常显著的提升战斗效率 简单来说其实就是 激战能量 然后集中的爆发推出 感觉 而且这个活动的界面 非常的像素风 很复古 特别怀旧啊 没错 这个概念创意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大家同年印象里的那种 像素风 卡通风 我们整个团队本身也是想尝试 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画风 以铁道的方式呈现给所有的玩家们 除了有趣的版本活动外 这个版本的模拟宇宙也将迎来更新 将开启第九事件 没错 开拓者可以前往挑战 并通过沉浸装置兑换 获得无主荒星慈刚尼亚 初云显示与高天神国 两大全新的卫面视频 无主荒星慈刚尼亚 是一套适用于长线队群的 战斗输出套装 而初云显示与高天神国 能在队伍内存在同名图角色时 给装备者额外的争议 相信我们的战斗搭配会更加灵活 其实我一直很想了解一下 魔女宇宙在未来会有些更新方向 可以向我们分享一下吗 米露老师其实提到了重点 魔女宇宙呢 其实在我们游戏里面 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玩法拓展的定位 我们会持续长线的去更迭它 那从这个版本开始 我们就进行了一些优化 比方说魔女宇宙的第九世界 玩家们是可以直接从难度四 就开始挑战的 通关后就可以获得 前面所有难度的手动奖励 在这之后 未来还会有一次 非常重大的更新 它会在2.3版本当中呈现给大家 我们可以先期待一下 那除了魔女宇宙以外 在2.1版本 还有些其他的更新吗 有着我们把委托的 一键领取派遣端上来了 可以在见面中 更便捷地收取奖励和再次派遣 此外在2.1版本中 我们还提升了仪器背包的上限 让大家存储更多的仪器 这个优化就非常的及时 我最近的确在研究 怎么清理我的仪器 因为真的太容易买了 然后还有什么额外的内容更新吗 有的 我们每个版本也在得带 已有的小玩法 例如像梦境迷中 在新版本中 我们添加了新的谜题 梦境护照也迭代了新的页面 开拓者们可以在2.1版本的新区域 收集贴纸 继续记录自己的开拓旅程 而变身哈努兄弟玩法 比起之前也进行了新的升级 这次哈努兄弟获得了全新的强力道具 一个威力巨大的火箭筒 之前我们只能躲避石头老板的爪牙 现在可以使用火箭筒进行攻击 如果攻击的时候 两个敌人靠得足够近 还会引起连锁反应 掉落更多的子弹 此外用火箭筒击破场景中散布的烟花筒 还可能会开辟一些意想不到的同路 就是在未来 我们依旧会持续性的提供 符合新童铁道调性的活动内容 并且尝试更多的玩法体验 作为主线历程外 表达这个世界松肃性的重要一环 好 感谢两位老师 了解完版本活动后 我们可以稍事休息 请千万不要走开 兑换码之后 还有关于周年庆活动的介绍 误会比赛 所以我们的限度 啊 误会比赛 有关于周年 感谢两位 误会比赛 小学习 收听 好 OK 好 OK I mean nothing can we say about the events It's just events right? Nothing too crazy It looks good so far, I like it It's time for the M3 classes I need a We did the first part of the 世界设计TT 歡迎TT 歡迎TT 從去年的4月份 辛雄體道公測至今 還有一個月就馬上到我們的一歲生日 在這一年的時間中 我們和開拓者一起經歷了黑塔空間站 北羅伯格、仙州、皮諾康尼的開拓之旅 這趟旅程不僅承載著探索和勇氣 更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那麼我們2.0版本 皮諾康尼的故事也已經度過了一個版本 對於我們的開拓之旅 這段故事是一個新的起點 幾位有什麼感想嗎 嗯 要說感想的話 其實皮諾康尼 我如果我沒記錯 真正開始做應該是 啟動是22年10月11月左右的事情 對 特別的早 是是是可能對於大家而言 它是一個就是近在眼前的這樣一個 是對就是新內容 但對我們而言其實相當於說 可能23年一整年都是專注於其中 再回首那個時候最早的 比方說一些早期的設定 然後看到一些很久以前沒有落地的概念圖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比較大的感觸吧 你還記得 《祝夢邊境》最早叫什麼名字嗎 我還記得《祝夢邊境》最早叫南京西路 為什麼叫南京西路 對 就它開發代後叫南西 是一個非常有 那個就是皮諾康尼尾的名字 對吧 對對對 它單單全稱其實叫南京西路 因為那個時候 對 它是第一個用皮諾康尼城鎮 然後用那個氛圍 然後去搭建的這樣一個迷宮場景 然後最注毛定的可能主題是商業街 這個其實就是在幾個月的過程當中 慢慢不斷迭代發生變化 然後又現在又有了如今的《祝夢遙眼》 又有了後面的《隐夜東家族》和《祝夢師》 然後慢慢地把現在的《祝夢邊境》變成了一個 夢境建設基地 腳手家的這樣一個概念 因為作為一個體量如此之大的遊戲 可以說 然後我們在比較相對有限的開發時間內 然後盡可能地也想將劇情 關卡 美術 戰鬥等多個維度的設計 以創新一起放入進來 所以這過程永遠是一個相輔相成的共同創作 大家從各自的起點出發在某一個點交會 然後又把彼此的想法添穿加瓦 然後建設到共同的一個內容上面來 然後可能至於我們最早就是提出了一個場景的概念 以及一個劇情的發展的大綱 然後看著它被搭建成一個骨架 然後又慢慢地變得相對的豐滿充實 變得富麗堂皇 變成了現在的皮諾康尼 這就是一件充滿回憶又令人倍感興味 並感到愉快的事情吧 這就是做遊戲的魅力 相信兩年前的那個時候 如果能夠看到現在的皮諾康尼的話 其實應該是一個非常充滿著期待和憧憬的感覺 所謂的旅途都是一步一個腳印走起來的 因果也是一塊塊折磨堆疊起來的 就像開拓者們的旅途讓我們這個開發 其實也是一個慢慢往前的旅途 那麼在這個一年的開發過程中 項目組內有什麼比較有趣的趣事 這樣可以分享分享嗎 在我們這邊的話 每個版本都會有一個 所有人的一個練度的一張總表 然後裡面會包含你的一些等級信息 然後你這個版本每天消耗了多少體力 然後你的那個忘卻之庭 和你的虛構蓄勢的一些數據 這些都能在那表上看得特別的清楚 這個表會發在哪裡 這東西每個版本都會更新一次 然後更新時還會附帶一句話 叫妖珠衛共賞 妖珠衛共賞 所以是練度共賞是吧 對 練度共賞 那你們有沒有看到過 什麼比較奇怪的數字上面 是這樣的 我記得在某一個版本裡面 我看到有一位同學 他的日均體力消耗好像是700多 哦 看到的時候直接整個人震驚了 700多 他是怎麼辦到的 有點懷疑他上班在幹嘛 呵呵呵 這也不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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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有意思的事情嗎 那其實我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我們在製作 大家應該也都玩到了 就是2.0版本的這個中表把戲 那其實我們做這個玩法的初衷 就是我們來到皮諾康尼 那我們有了黃金的時刻 這樣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城市和舞台 那我們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激勵玩家們 激勵大家在這個城市中進行更多的探索 我們就想該如何去 讓大家都能夠融入到這個城市的生態裡面來 那最後我們經過了多次的迭代之後 我們最後得到的方案就是 苦一苦我們的任務和文案同學 我們最後給我們的城市裡面的 不只城市裡面 整個夢境 所有的迷宮裡面的常駐的NPC 全部都給配套了四種情緒 並且每個人都有四套情緒 配合四套完全不同的表演和台詞 當然還有一些任務和事件在他們身上 逼迫我們的配音老師 為這些NPC 全都配了四種情緒的打招呼語音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 就是四種情緒的蘇勒達廣告歌是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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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非常 這個是我們也很開心 看到大家對它的反饋是非常正面的 那其實這場 特別好 讓你下個事情別做 可以看到這都是喜悅一類的結果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為什麽我們的這個 大部分的NPC 他在給我們東西的時候是悲傷的情緒 那其實很可能他也反映了我們一些 工作人員 真情實感 真情實感 那這個整個綜上所述 這個工作量其實是非常巨大的 甚至可能是超出了一些我們的想像的 但是看到了版本上線之後 大家確確實實在這個主程中和NPC交互的時候 去調整他們心情的過程中 確實取得了一些正面的反饋 取得了一些快樂 那其實對於我們這些 參與到內容製作中的工作人員來說 還是非常開心 感覺非常有成就感 玩笑歸玩笑 就覺得當時做出這樣一個創新的決定也是正確的 那下一個世界也會 雖然未必再是中標把戲了 但可能也一定會去尋找獨處於他 那樣一個新鮮的事物吧 下一個世界我們就該去破壞一下其他的部門 看看還有什麽新花樣子 那麽了解了很多的幕後故事以後 其實在開拓之旅的快滿一周年之際 我們也一直關注著開拓者們提出一些問題 正好也借今天這個機會來問問幾位 考察考察幾位 不過呢為了保證這些問題的答案的真實性 我們也為大家準備了一些小道具 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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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麽小道具 這個團結呢我們其實之前 在 對我們其實在之前是偷偷向你們瞞著了這個事兒的 其實我們給大家準備了一份心跳檢測儀 來 請夾在自己的手指頭上 我夾 是 對 我手指頭會被夾斷嗎 不會 也許你說謊以後會 我感覺我心跳已經超過120 這不是那誰嗎 那個前兩天剛發的角色卡的那個人 那我應該這樣戴 那既然各位老師都已經戴好以後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各位老師的心跳了 那我們接下來第一個問題 魔女咒刷未面飾品太痛苦了 會優化嗎 那要么這個問題漢子老師回答一下 剛剛其實那個輪源老師也已經做了一些小介紹了嘛 然後既然問到的話 那我這邊就稍微透露一下 你不要一直看清掉 我們確實也覺得目前的那個魔女咒刷起來是有點困難 然後特別的繁瑣 所以呢 在2.3版本我們會優化一些快速刷取外面飾品的功能 已經有計劃了是吧 那我這個問題挑的就有點普通的 好 那麼接下來下一個問題 其實好多人都很期待 我們的小三月什麼時候能變個聲給大家看看 少爵老師 我嗎 OK行啊 這個問題很好回答 有什麼不能回答的 對 那三月七作為列車組的議員 同時也是這個遊戲的看板娘 當然一直以來都是備受關注的 而她的身世似乎也 預示著三月七身上 會有非常大的料非常大的故事 那本身的話我們會認為 不介意把這個過程拉得更漫長一些 但對於喜愛三月七的各位網家而言 可能當下會有一個很不錯的好消息 是否還記得我們有遊戲內有這麼一個系統 是獨屬於開拓者的就是踏上命途 對 然後因為星雄鐵刀一直以來也在做類似的更多 關於這方面的嘗試和探索 我們也認為列車組的成員對於這個遊戲而言是 一種非常特殊的存在 所以我們在二四年也打算去做 嘗試做這麼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對於三月七而言 她也會有類似踏上命途的這樣一個 獨屬於她自己的系統 但她的概念可能就並非是 踏上新的命途 而是留下回憶 對 對於這位並不知曉自己從何而來的少女 如今開拓旅途當中 隨著一站又一站開過 她在各個不同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回憶 然後通過這些回憶汲取力量 那期待著她在未來某一天 她要於過去創造這種回憶 能夠將她推向掌新的未來吧 唉 心跳太平穩了 就 怎麼就問不出點 我覺得這些問題本地上還是因為我們每吃每課都在關注 不過這個問題我覺得應該還行 請問 仙周的故事什麼時候繼續呢 我們還會再見到秦雲嗎 少傑老師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能換個嗎 不太能 畢竟他們都想知道 對吧 要不 要不你來回答 秦雲不是你設計的嗎 嗯 能講嗎 能講嗎 如果那個 我覺得 其實因為 要不還是能講 還是能講 那就 那我覺得 還是給個正面的回應吧 就也不用很直直演演的 呃 我想想該怎麼說 嗯 眾所周知 其實《星雄鐵道》 本身它的主線故事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色彩 就是它是個洞派發展故事嘛 我們開拓之旅行過一站又一站 去往一個又一個世界 在解決完一個世界的危機以後 又會前往新的一個星球 但嗯 對於開拓旅途而言 無論是我們去過的空間站也好 貝羅伯格還有仙周 他並沒有因為我們在這段旅途的結束 然後他就陷入一個停滯的狀態 在我們抵達Pinoconni之後 呃 這些世界的人們 呃 他們所擁有的生活命運 也在悄無聲息的繼續向前 所以仙周的故事是否會有心的推進 這個問題是一定的 呃 基本上今年也就是24年內 呃 大家就會看到一個結果 這其中當然也包含就是 這個問題的第二小問 也就是 停滯的下落 呃 那確實成如大家所見 在1.2版本 停滯身上發生了一些事 這一情節也成為了仙周眾多角色秘密的轉折點 那在 幻龍之災之後 仙周聯盟內部會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羅浮又會邁向怎樣的未來 而巡烈和豐饒之間的抗爭又會怎樣掀開新的篇章 嗯 這些故事我覺得也是時候在今年走向主義他們的下一個節點了 可以可以 感覺 雖然沒有特別具體的消息 但 算中邊回應嗎 你覺得 我覺得 夠誠意的 現在真的是 已有的 確定能講的 我全部都講 我覺得 邵教老師能說這麼多 那大幕應該都已經懂了 那我們來看看下一個問題吧 這個問題就比較簡單了 在之前的活動裡我們體驗了鋪滿寵物 和貓貓膏這些可愛的小傢伙們 未來還會有類似的嗎 要么 TT老師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那我們也看到大家對於之前的這些小生物 不管是烏烏箔也好 鋪滿也好 或者其他的貓貓膏啊 這些生物的喜愛 其實這些反饋我們都已經完全接收到了 所以在世界設計上面 我覺得大家可以繼續期待 就是我們在 不只是2.1 可能是以後更多的版本 我們也會釋出更多的 就是類似的更加可愛的這些 小的Q版的萌萌的這些形象 好 我們看下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稍微有點 怎麼我們總是能在網上看到一些官方 還未公佈的後續內容 這個問題就 洩漏是吧 這個我來回答吧 我覺得還是首先必須得承認一個客觀事實 那就是 越有吸引力的內容 它自然受到關注也就越多 那它 洩漏的概率也就越大 而洩漏之後它的傳播也更加不可控 那這樣無論對於想要看到和不想看到它的玩家而言 它的影響都是越大的 當我們在講一個故事的時候 我覺得除了故事的內容本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我們講述的方式 我們都是熱愛遊戲的人 然後我們從遊戲當中獲得了一些很酷的 我們覺得很帥的情感體驗 我們想把它帶給另一個人 這個事情它需要一個過程 它需要循序漸進 甚至我必須在講述的過程當中 根據你的反應 根據我們的認知 我們彼此能理解多少 然後不斷地去調整我的講述方式 只是為了達成最後那樣一個 我們雙方都能取得快樂的這樣一個結果 這才是溝通 這才是交流 我覺得很嚴悍的是 爆料這件事情能帶來什麼影響 或者說最大的影響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樣一個本因非常美好的過程 被粗暴地打斷了 甚至於說我們會看到一些 洩漏原有意或無意的 它的一些並不是那麼恰當的講述方式 引起了分歧 引起了非裔誤解 它讓許許多多的人 包括我們在內 包括無辜的玩家在內 產生了困擾 甚至彼此之間爭執不斷 我覺得這就是對於創作者而言 最大的遺憾 2.0版本已經上線了 那大家都 現在都肯定已經知道 無論是角色 劇情 關卡 還有玩法 我們準備了大大小小非常多的驚喜 這些驚喜當中 也有敘事軌跡 也有反轉 但我們曾想像過它以一種最完美的 最好的形式被呈現到玩家面前 然後想像著那一天發生時 會是怎樣的一個景象 我們能收穫怎樣的 和玩家一起快樂的情感 但他其實23年9月份的時候 他就沒有那麼理想 他以一種非常糟糕的形式 非常簡單粗暴的就洩漏出去了 就在座的 坐在這裡的各位 其實都很難去和團隊那些 相信這件事情 期待那一天的同學們去交代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在這樣的事情面前 什麼都做不了 是 對 我還記得當時說兩句話 我當時說的這麼兩句話 叫做 反正本身也只是錦上添花的東西 去想一想 金融鐵道作為一個長期運營項目 所有後來的新玩家 都是在被劇透的前提下面 去欣賞這樣的一個故事的 那麼他們會對這樣一個故事感到認可嗎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我們在做的是一個 以年數十年為單位的內容故事 那他自然也要經受得起 以年數十年為單位的考驗 抱著這樣對於完美的幻想 然後且心可看 盡力而為 去做一些我們相信的事情 我覺得也只有這樣子 我們才能讓更多的人 去相信這樣的事情 當然 就2.1 2.2 現在還有很多東西 我還沒有 對吧 遭受一些 你這話可別說 你這個話說了 假如真的就 我覺得就是要說 我覺得不能怕這個東西 對吧 我也相信他 能以我們希望的樣子呈現出來 唉 這個問題選的 老婆這個問題選的 有點把現場搞得有點 什麼問題啊 那算了大家把這些都摘下來吧 這個環境也結束了 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的真誠的回答 我剛才其實也看到了 各位的心跳有的時候就突然就上去了 你就做的是心跳還是血啊 很可能是血啊 我們其實後續呢 也會一直關注和成理開拓者們的反饋 並一直去討論一些感性和優化的方案 正因為有開拓者們持續不斷的一些鼓勵 還有反饋一些鞭策 讓我們找到我們繼續努力的方向 將更好的內容能夠呈現給大家 非常感謝各位開拓者 從今年的4月26日起 也就是心跳鐵道開拓一周年的紀念日起 在開拓者收到的生日郵件中 小蛋糕的坎士也即將迎來更新 和我們一同走向新的一年 是的 在馬上到來的2年1版本中 崩壞心跳鐵道也即將在遊戲內 開啟一系列的週年活動 和開拓者們共同慶祝這一周年的開拓之旅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好 首先我們為開拓者介紹一周年的活動 新間旅行 這是一個全副玩家一起參與的活動 那具體是這樣的 開拓者收到了一份擁有神奇烈量棋盤 我們將過往開拓之旅中 許多經歷故事都濃縮在了這個小小的棋盤之中 開拓者會從空間上出發 通過投擲投資的方式 在其談地圖中前進 每天都會刷新投資的機會 在不同的格子前進的時候 也會觸發各種不同的效果 並能從中多種玩法當中取得開拓券 開拓券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我們的列車長帕姆是這次活動的鼓勵師 他希望全副玩家都能將每日獲取的開拓券 捐贈給帕姆 他就會為我們帶來獎勵 當然開拓者個人獎勵也絕對是不會少的 因為有付出就有回報嘛 聽起來帕姆就像有魔法口袋一樣神奇 此外呢 在這個活動的見面 也能看到你的好友貢獻了多少獎勵 甚至還有點贊的小功能 看看大家在棋盤裡面刷了多少健康部署 是吧 又有限下PVP的環境 我發現在這個棋盤的格子裡面 有一些小房子 這是土地格子嗎 難道我還可以買什麼神策斧啊 這些地方嗎 只要有了開拓券 你想買什麼都可以 當然是僅限在這個遊戲之內 那你購買了以後呢 之後你每投掷一次頭子 你就可以馬上獲取這個對應的土地收益 那你前進的次數越多 他給你的收益也就越大 我懂了 重申至我在新鐵當收租房東 還不止如此 除了能當房東以外 還有一些可能你平時體驗不到的 奇妙的一些組隊派遣任務 比如說你可以讓警員 玉空 福璇 這些仙州的夥伴們為你打工 然後他們也可能會去觸發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結果 可能會給你一些神奇的反饋 當然除此之外 你在遊玩的過程中 還有可能遇到一些有趣的奇遇事件 那在這些奇遇事件中 開拓者可以做出不同的選擇 幫助夥伴們做些決定 或者做出一些大膽的嘗試 這些選擇 最後也可能會觸發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彩蛋 當你有機會做出選擇的時候 不要後悔 可能也沒有那麼沉重 因為這個選擇 是由開拓者制出的頭子來決定的 那如果你制出了不喜歡的選項 我們也給了你反悔重投的機會 明白了 當你有機會進行選擇的時候 你可以重投一下 對的 和我們的人生不太一樣 我在這個地圖裡面還看到了 基米 倆板穩不見 他不會被星際和平公司優化了吧 那我們覺得就是 基米已經為我們忙碌了一年多了 他為我們帶來了非常多的 這個版本的內容的前瞻主持 那在這兩個版本的話 我們就給他放個假 畢竟他作為有編制的公司員工 那除了主持節目之外 也應該去享受一下他的一個年假 我覺得確實不用著急 因為基米下個版本 就會回來起節目的 因為下個版本 名有點勁爆 我覺得除了基米 別的人都不太適合來講 這樣吧 這個要有點期待了 但我們這次是2.1版本直播 還是聊2.1的事情 那在星間旅行活動中 我們還準備了許多小玩法 比如好運滾滾自助機 可以單抽或三連抽來試試手氣 獲得不同數量的開拓券 在星際和平購戶公司也能過去一些增益 或者遊玩餅乾 翻翻烘焙台等小遊戲 剛剛說的那個單抽或者三連 我可以加注嗎 當然可以是有這個功能的 只要開拓者對自己的運氣足夠信心 就像我們剛才介紹過的某位角色一樣 善於樂盤概率遊戲的角色 就可以成為開拓券大亨 其實除了這些以外 然後這個活動我最喜歡的 還有一個有趣的設計 就是它有一個有趣的測試 當我們美盤棋局到達終點的時候 會有一份測試問卷 當然很簡單 其實沒有那麼長 就是一個測試題 通過這個小測試 根據你的直覺回答 還記得黃泉說過什麼嗎 就答案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感受 你當下的選擇 然後通過這些選擇 最後你就可以知道 你更像歷史上的哪位無名客 所以像是一種性格或者命途 或者說是相性的測試 是嗎 對 命途的話 因為無名客都行於開拓命途 但即便如此 大家的相性性格也有各自的區分 然後它會根據你的開拓經歷 和做出的選擇 測出你更像哪一位 星窮列車的地帶領航員 比方說機子 作為群星的探選家 它是一位充滿著無限希望 真誠熱烈 如今最年輕的領航員 那大家經過了2.0的劇情之後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我們匹諾康尼的劇情 本身就和開拓的命題 以及過往行於開拓命途的 這些開拓者們 有著牽絲斷旅的聯繫 那說到這裡的話 其實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那匹諾康尼作為夢想之地 當我們在這個活動中 來到匹諾康尼的時候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在這裡有什麼樣的驚喜會發生 所以一定要玩 好 這次的周年活動 星間旅行 在我看來其實更像是和 因為我們是全富王家一起 就像是真正的行於開拓的行者 然後他和宇宙當中 無數的無名客開拓者一起 重新重鑄引軌的這樣一個事業 然後他走過 阿基維利社下的開拓之旅 然後去走向屬於他們的下一站 有這個感覺了 就是大家一起開拓是吧 對 那我們一起為行於開拓命途的 無名客們獻上最真誠的祝福吧 期待這個星間旅行活動 能給大家開心的體驗 周年慶總覺得在這麼重要的時刻 應該還有一位很重要的嘉賓在場才對吧 那是完全猜不到是誰 被你搬下去的大偉哥 那個我再重申一下 那個東西不叫搬 我只是擔心那個立牌會累 所以我把它請下去休息 請下去休息 給你個大母哥 是是是不錯吧 對吧 欸欸欸欸 可以了 導播 導播是不停電了 欸大偉哥來了 歡迎大偉哥 歡迎大偉哥 大偉哥坐 就你小子把我立牌拿走了是吧 其實除了剛剛提到的活動之外呢 我們還為開拓者們準備了一些內容 就由大偉哥跟我們一起宣布吧 好的 首先是意氣迎界與未面分裂兩個活動啊 也將迎來周年特別版本 沒錯 意氣迎界與未面分裂300% 挑戰成功即可獲得三倍的獎勵 三倍 三倍 那接下來我想就是緊張刺激的千道環節了吧 在2.1版本啊 開拓者可以通過周年慶專屬的慶典助理活動啊 以千道的方式獲取20年抽 並且啊在4月26日當天啊 我們還會通過郵件為開拓者祭出1600新窮 共同慶祝新窮列車始航一周年 希望這份歡樂能與每一位開拓者共享 一堂年快樂 沒錯啊 除此之外呢 在2.1版本更新之後啊 捕獲孟華的見面呢 也進行了手沖雙倍重置 我們為開拓者們整理了可以參與的中年慶活動 請開拓者們查收 最後還有一個大家期待已久的消息 讓我們有請列車長上台和我們一起宣布吧 歡迎列車長 歡迎胖母 What is going on 我們列車長在過去的一年裡來到了全球各地 與許許多多的開拓者有過線下相見的機會 今年列車長又將前往哪些地方呢 就請胖母來問我們 胖母你這個背後怎麼還有個東西 這是什麼 這好像是列車長的行程單 既然這樣 那我們就來宣布一下今年的列車時刻表吧 首先崩壞新充鐵道周年盛典沉浸互動展現已開放 我們準備了空間站 貝洛伯格 仙州 皮諾康尼四個展區 開拓者足不出戶就能到場打卡 快來線上體驗夾娃娃機 幸運轉盤互動拿大獎吧 歡迎各位開拓者前來體驗 而趁著周年的契機 我們也會在全球各地舉辦線下慶典和聯動活動 一些目前可公開的信息包括 洛杉磯 洛杉磯歡迎派對 台北嘉年華 香港海洋樂園嘉年華 柏林新兼旅行社 巴黎主題展覽 以及日本地區的嘉年華和鐵道特別企劃等 線下周年活動 還有巴西的微咖啡 韓國的博爾炸雞 首爾的三星旗艦店聯動活動 以及日本的羅森便利店 Zoff眼鏡 Giggle 遊戲中心等周年聯動活動 是巴西來的 還有 崩壞新鐵道2024世界巡迴展覽 即將正式啟成 應該像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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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歡迎各位開拓者們加入我們的全新旅程 在中年之際 崩壞新鐵道2024年度創作者大賽 多元宇宙月議也即將開啟 很多場景在歐洲 大賽事 中年 8個次賽區 全球各大治領域知名創作者 如今夜洋子Trash Taste等担任赛事评委 共览开拓者们的奇思妙想 与此同时 我们将与全球最大的3D社群挑战发起者Pancher 共同发起分坏星穷铁道 Diring to Dreams 3D渲染活动 邀请你接受一封深险梦境的挑战书 期待各位开拓者的精彩创作 另外由Hell Fair举办的Sparko爵士音乐之夜 也即将登场 在匹罗康宁的某处 一场梦境绑架案正在发生 最后崩坏星穷铁道演唱会 正式订阅2024年5月1日 在上海进行演出 并在线上同步进行全球直播 我们也期待与开拓者一起聆听 重温那些来自开拓之旅的音乐回忆 期待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有请所有的项目组老师们 欢迎回来 在开拓的道路上 我们不断前进 不断做出选择 我们终心希望能与各位开拓者一路相伴 将开拓之旅一直延续下去 为开拓者留下美好的回忆是我们的初衷 也是未来一直努力下去的目标 之后 我们也对参与节目的那些嘉宾进行的采访 不如我们先听听查贝老师想说什么吧 好像查贝老师没有什么想说的 那我们不如再问问大伟哥 怎么大伟哥也无话可说 算了我们来问问烧鸡 看来已经凉了 那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 you know necessarily but yeah it was good i liked it um yeah